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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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Yuda 既上次投稿02 這次一樣選了五位高手的影片 一樣廢話不都說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五位高手玩家的精彩片段 哈哈 又是這隻莫莉布林 喔 追蹤劍 一個蓄力取消 接炸反 這邊我以為會找到頭耶 一開始就來一個基本SBR 接個追蹤冰蝙蝠眼 然後切換炸桶盾之後採盾跳 炸飛起來俯衝射火蝙蝠眼 往前飛之後按Y落地衝擊波 靠近它之後跟之前Firefly的combo一樣 蓄力取消丟炸彈花 然後引爆它盾反 簡單一個側跳光劍之後 後跳一個大炮 倒轉大炮之後 丟閃光果把小莫定住 接著解除倒轉拔盾劍SBR 切換炸桶盾 踩盾跳 這邊快速收盾就可以丟武器 丟爆擊刃破冰直接收掉小莫 這邊直接用手持switch的方式示範一次 嘖 怎麼按不出來 手腕小子拿太久好酸 休息一下好了 誒兒子你拿這什麼 B Team 試試看 哇喔 後面是設計 難怪拿久了不會酸誒 看起來很大個 但拿起來也不會很重 標配的連打功能 按住T鍵再按指令按鈕 就會觸發按鍵連打的功能 可以看到這邊 寧可不停地在對話 待會去睡個午覺 保持應該就滿了 還有聚集功能 雖然是左右手法分開的聚集 但這種對比較複雜的指令 左右手可以分開手動調整時機 即便是礦眼窒息的風淡 輕鬆按個兩鍵 就能穩定實展出來 再來還有這兩個設定合體的功能 就是連打加聚集 這超適合刀亂鬥練習的啦 像這邊我之前先錄製了一個跳環空N的動作 T鍵按住之後 按後面的聚集鍵 就會變成連續聚集 這樣對手就會持續空N 便於我刀亂鬥練習Foot Store Combo 它一般副場的搖桿不同 既然是代替揪一空的搖桿 那怎能不提它的霍爾搖桿 目前操作起來感受得非常紮實 玩比較激烈的遊戲 像是大亂鬥的時候 推起來也是非常順手 另外尤其是礦也窒息 每次用Joycon都很怕太常蹲下取消 搖桿會被我操壞之類的感覺 B Team的霍爾搖桿 按起來都會讓我覺得 與其擔心它的搖桿 不如擔心我的手指會不會比它早先壞 陀螺儀的部分 它的陀螺儀也非常精準 不怕因為是副場 所以會有靈敏度的問題 可以看到甩鍵也是隨便橘 燈光的部分 它的按鈕周圍也有眩泥的燈光效果 按住T鍵再按摩不同 就可以變更它的顏色 玩起來下巴感十足啊 目前使用下來有優點也有缺點 第一個就是握感非常好 這對於我這種常常玩掌鏡模式的人非常友善 之前在高鐵上常常玩一玩手累的就睡了 現在害我坐到高雄都還沒睡著 第二個就是按鈕非常扎實 按起來非常有回饋感 這對喜歡按咔嚓咔嚓聲音的人非常享受 非常適合電腦鍵盤喜歡親鍵聲音的人 不過很可惜家人比較淺綿一點 凌晨偷玩都被發現就是了 第三個就是沒辦法掃amiibo 因為曠野之喜好玩過之類比較常掃amiibo 所以每次都要去拿Pro掃一下 這點不足感就比較強烈一點 不過比較少用amiibo的人就幾乎沒差了 最後他的充電孔有集合充電孔 一個Type-C孔就可以充兩邊 單隻手把下方也有充電孔 這部分原本就會空就沒有了 以上就是B-Team Tournament Elite手把的介紹 現在馬上到說明欄的連結 加入會員輸入U.100就可以限制100元了 講述是打出這樣COMBO的玩家不要錯過來 今項目控制100元 5個掃家 3個掃家 十分新設備 3個掃家 最高的掃家 大型是超級手 出版家 迢戦 8個掃家 無法掃家 4個掃家 5個掃家 5個掃家 5掃家 6個掃家 輕一點的後Bad Cancel 嗯?這也是崛起大事件嗎? 這邊一開始用了彈簧盾來SBR 這樣小波的位置就可以比較遠一點 藍寶石設在小波的後面 避免被動風波及到 接著跳斬卸掉武器觸發後Bad Cancel 這時候再按ZL加A 踩蹲跳就會往後跳 踩蹲跳的過程中裝備有電果的槍 彈簧盾彈起來瞬間按B收盾之後按R 這樣就不會輔充可以丟武器 電果槍丟在結凍的小波上 產生額外傷害的電場 那因為還沒落地 所以這邊他又再射一個藍寶石 接著ZL加A踩蹲跳 過程再換上定時炸彈盾 按Y懸盾彈起來 到最高點再按R 輔充往前移動 最後X開傘 Y下追斬 另外這邊有覺醒大事件的特效 可能這個紀錄檔是有觸發覺醒大事件的 詳細的觸發方式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好 喔 這樣子 喔 洛焉 這比用丟的帥一點 首先一個炸彈跳 提前收盾之後丟回地標 丟完之後因為高度夠高 所以補一發冰果劍 按Y空中攻擊 往下垂出衝擊波 然後稍微往後跳 拉開一點距離 切換著火箭盾之後 往前踩盾跳 落地X跳起來 卸掉火箭盾 一樣一發冰果劍再按Y往下垂 接著按住Y 武器過頭之後放開Y 往下垂丟出一個煙霧香菇 這樣就可以觸發煙霧 外觀上就會比直接丟好看一點 最後補一發痛得偷襲 結束整個COMBO 喔 帶有炸彈的火力標 合掉一個炸彈 喔 PIVOT 耳段高度 哎呀 差點打到眼睛 這段應該非常清楚 先丟個帶有炸彈的火力標 這邊做一個切換取消 讓林克可以更及時的往後跑 接著穿過辛諾克斯的胯下 觸發他屁股做下的動作 砸中他胯下之前 按住ZL 視角剛好鎖定到辛諾克斯上 林克也會面向辛諾克斯 火箭盾往上飛之後 按R俯衝對辛諾克斯 射出8顆定時炸彈 魚肋鍵造掉一顆 往後移動 按X跳 再按R轉向 在空中的時候 按ZL加A 這樣就可以面向前方 往後踩盾跳 炸彈盾飛起來之後 馬上按B收盾 丟出一個彈簧 射箭啟動它 然後按R俯衝往前 踩在彈簧上 這樣就可以達成在空中的二段彈跳 來看一下分解動作 Best QA 最後在高空中 往下沖斬來了解辛諾克斯 喔 又是辛諾克斯 喔 在他身上踩渣彈跳 哇 好久沒看到翼了耶 喔 這個接得好 一開始先射冰蝙蝠眼 讓辛諾克斯坐下 往前炸彈跳 飛上去按R 輻充 在他脖子射定時炸彈 ZL加A踩盾 並且切換成定時炸彈盾 然後炸彈跳落在炸彈上 林克就可以再被彈起來 這邊比較特殊是因為 一般在辛諾克斯身上沒辦法炸彈跳 接觸他會滑下來 但如果他身上有定時炸彈 踩在炸彈上 林克就可以再飛起來一次 彈起來後 按R 輔充 丟出一個E 即時按X開閃 往前爬到E上面 這邊要注意林克的向前觀性 不然會爬不到E上面 接著倒轉E讓它卡在空中 設了一個氣球在邊緣 這樣待會解除倒轉的時候 就會把在E上的東西翻下去 那這邊他放了幾個炸彈 跳離E 順便對辛諾克斯丟了一個回力鏢 接著解除對E的倒轉 並且倒轉回力鏢 在倒轉的過程中 補上一個土盾樹 剛剛在E上的炸彈也因為氣球把E翻過來而掉下來 這時候外觀上就會類似大地碎裂拳 炸開的感覺 最後切換成彈簧盾 彈簧跳往前俯衝 撿起倒轉回空中的回力鏢 空中接力回力鏢來下墜盾 整個combo一氣呵成 非常流暢 喜歡戰鬥的玩家務必嘗試一次 以上就是這次選出的五個王類超歲的戰鬥片段 如果你也想分享你在王國之類的點滴 歡迎把你的影片分享到說明來的連結吧 Thank you for watching 1 2 3 3 4 3 2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